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然后今天要做的是一个简易的 yes or no 然后现在有三个选项啦 第一个是我朋友给我做的 这个Dolayemon的 小石头 很可爱的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狗狗 狗狗的玩偶吧 这是石膏还是什么来着 然后第三个是我自己画的 哈哈哈 哦 嗯就画成这样的 别嘲笑啊别嘲笑 然后请开始你们的选择吧 哎呀 如果选择不出来的朋友们呢 你们可以暂停一下哦 然后我们马上进入第一组的 头骰子 不制头子 对 老是把头子说成骰子 然后欢迎来到第一组 心里面默念一个问题哦 然后马上开始扔头子 看一下到底是 到底是yes还是no呢 答案是yes 然后就到这里啦 哈哈哈感觉好水啊 不过也就这样了 因为我这些天太累了好吗 就是yes 相信你去做吧 这件事情是可以成功的 加油 然后就到这里啦 拜拜 拜拜 然后是欢迎选择第二组小狗狗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哦 就是你在心里面默念一个问题哦 嗯 默念一个问题 就是是是的还是否的那种问题哦 然后马上来扔头子 答案是可以的 是 是 相信你自己去做就行了 不论是一段事 也还是一段感情 去做 就行了 相信你自己哦 是可以成功的 然后就结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哦 拜拜 很快 于是就来到了第三组的小朋友们 什么小朋友 小伙伴们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心里面默念一个问题哦 就是yes 还是no的那种问题 然后我们马上来扔头子 来看一下 是可不可以成功的呢 哎呀哎呀 嗯 这一组比之前的可能要复杂一点哦 你要说是yes 它也可以是yes yes 呃是no的话也可以是no啦 我是看到一些阻碍哦 但是 等我仔细看一看哦 嗯 我觉得你们是会有一些沟通上面的阻碍啦 就是 呃 可能是跟环境方面有关 可能是跟社交方面有关 是有些阻碍的 其实有一个建议啦 就是让你们坦率一点 真诚一点就可以了 对 其实我看到结果还是蛮稳定的 会稳定的 就是按照你所预期的这样发展下去了 但是你要克服就是自己适应环境啦 或者是与人沟通的 各方面的一个障碍 只要克服了这个障碍呢 诶 精诚坦率的去说出你心里面想说的 或者是适应这个环境就可以成功的哦 然后这就是第三组的解析就到这里啦 拜拜 我们下回